大家好,我是魔人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是SH FIGAR系的Depo死侍 那這個角色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最近幾年透過電影版Ryan Reynolds精彩的演出 吸引了不少新世代的觀眾跟粉絲 事實上他在漫畫之中一直也都是人氣居高不下的人氣角色 那因為他有幾個非常特別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他嘴巴超簡,一天到晚就噴垃圾化 那相較於正經八百的英雄角色來說 有時候觀眾反而喜歡這種無厘頭的搞笑 那第二個就是他有再生的能力 所以不管被車撞被狗咬被砍被殺被截肢被從一百樓丟下來 他都可以很快又生龍火虎 所以劇情上也是經常被惡搞 那另外他還可以穿透第四道牆直接跟讀者對話 所以在劇情上他是一個非常靈活非常好用的一個角色 那這兩集電影的票房其實也都蠻不錯的 那因此他相關的玩具也是不少 譬如說海洋堂Yamakuji就是三口式可動這個系列的第一彈就是Depo 那最近2.0也要出來了 那如果到時候有出來我再幫大家做介紹 另外海之寶這個是Marvel官方的授權商 他也是推出很多Marvel Legend系列 那像這個版本我印象中好像是X-Men的幾周年吧 那因為之前福斯的版權跟Marvel還是有分開啦 所以其實電影版的玩具有海之寶都沒有出 那最近因為福斯被米老鼠給併購了嘛 所以呢相關的這個電影版的玩具也是一口氣就出的蠻多的 那像他是雙人包 那其中呢這個死侍的部分呢他是電影版第二集 但他的服裝上面其實差不多啦 所以呢這次我們就放在一起做個簡單的開箱 那首先呢Marvel Legend你可以看到他的背件其實還蠻豐的 除了刀還有槍以及呢還有一隻這個小独角獸 那另外這個閉手機幾個手型都可以換 那這裡面你可以看到他的手背的部分呢 他有銀色跟黑色的版本 那事實上呢電影版第二集他是銀色的 第一集才是黑色的 那所以呢這個部分還是有點差異 好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這一次的SH Figure-R系列到底做得怎麼樣 首先呢內容物打開說明書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就是沒有什麼太多東西 我覺得這次配件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事實上有點點少 為什麼呢你可以看到他本體之外呢 最多是什麼手型就12345678 總共8對 那另外呢眼睛123有3對 然後那個小刀還有他背上的武士刀 大概就這樣喔 那其他呢沒有槍耶 雖然沒有槍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他給展開來吧 首先我們看一下他的尺寸 頭頂高大概15公分多一點 那跟同系列這個是SHF的馬克6鋼鐵人 以及呢蜘蛛人吳嘉日 那尺寸上面的對比大概是這樣子喔 所以呢他在超級英雄之中呢 應該也算是標準體型喔 那大概只有蜘蛛人稍微矮一點點 好那另外呢這邊我們就把剛才兩個版本呢 稍微做個對比 那首先呢先講一下這個海洋堂的 Amazing Yamakuchi 那他的型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因為他身上其實有很多的 像這個肌肉感喔 或者是像緊身衣那種皺褶 那包含他整個這所謂的三口式的可動呢 其實他有蠻多發揮的空間 但是呢他最難的就是呢 要把力震站喔很難喔 那因為他的身體的結構都有很多 比較曲線或者弧度的這樣的設計喔 那就是為了讓你在擺一些動作的時候呢 可以做到一些比較大跨譜啊 或者比較大破例的動作 那其中呢像是他肩膀 他用了二重的這種球體關節 那所以呢造型上其實 你看到有些角度會變成 就是看起來有很多的空洞喔 或者很多的破綻 當然你可以藉由很多的角度來 這樣讓他可以就避掉這些 這個露出來的一些空隙 但是呢就整體在一些這個關節的穩定度 或者是呢他的整個這個結構的扎實感上面呢 就會有很多就是令人覺得 嗯可以做得更完整的地方了 就是感覺好像都是這裡掉一點 那邊掉一點喔 像整個有些肢體都懸在空中 那相較之下呢 SHF其實剛好跟他走完全不同的路線 因為呢SHF系列他就會盡可能把所有的關節 或者是呢他的一些結構全部都把它遮起來喔 那這邊我們也順便對照一下 像這個是Marvel Legends嘛 那Marvel Legends他其實一開始是比較兒童的玩具喔 所以呢他強調的是這種整個肢體的耐用度 就是即使小朋友用力拉呢 手也不會斷掉之類的喔 那像他關節他都會用這種關節 就是呢他把這個關節的牽在這兩片結構之中 那所以呢他旁邊都會有這樣子就凸出來這個 連接的這個軸喔 那所以呢有些東西他就 不會藏得很仔細啦 就大概有就好了喔 可是呢 像是這個SHF他為了要把像這種旁邊這個肢體結構啊 全部都藏起來 所以他也是做了蠻多 細節上面的努力 那因此呢他整個結構完整度上面呢 會比Marvel Legends來得更好一點點喔 但是如果你要說到他的細節的雕塑度 其實我覺得Marvel Legends已經做得非常的棒喔 那我們稍微比較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他頭雕的部分 那其實呢這次的SHF我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點平 雖然說呢他的上面這些這些所謂的網格結構都有做出來喔 那包含他的分模線其實長的也算不錯 可是呢如果你對照一下 像這個是Marvel Legends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種鼻子啊 或者像這種皮套感 其實我覺得他的細節是比較豐富的喔 那另外一個就稍微對照一下他旁邊這個肩帶喔 其實呢第一集跟第二集他的細節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喔 那另外其他服裝的部分大部分都相同 只是呢在處理方式上面還是有一點點若干的差異 包含皮帶扣啊的細節怎麼處理啊 其實設計上還是有一點不同 那包含像旁邊這個小包包喔 像Marvel Legends他是都連在一起做成一大片 但是呢像SHF他就會把這些小的細節呢做得比較立體喔 比較完整比較工整 不然塗裝的部分也是喔 那可能因為他的這個製程跟加工的方法 還是有一點點若干的不同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小皮帶扣 像Marvel Legends這就有點塗出去後面這根本沒塗 但是呢這個SHF部分呢他就是每一個細節呢都有做到 蠻完整的細節刻畫跟塗裝喔 連這個小小的這種小扣子銀色部分他都有做塗裝 那另外呢他身上也是有一些可能就皺褶或髒污等等喔 那兩者我是覺得各有特色啦 確實Marvel Legends是做得比較粗 但是他的一些皺褶感跟紋理我覺得相較之下也不會做得太差 那另外呢像他這個寬部這個結構啊 你看到像SHF他就做成一二三層 那像Marvel Legends的部分他就是簡單這樣一塊一塊狀的結構 那這樣的設計呢當然就是說因為 你平常在往前往後的時候呢 中間還是會有一些空隙或什麼之類的喔 那像這個SHF呢他就把這個細節呢他中間多一層 所以呢你在往前往後或側邊的時候呢 這邊就不會有太明顯的空洞 甚至連他下面這邊呢都有一個等於是擋住這個空隙的一個結構 那可動度算沒有比較好我覺得其實是還好啦 但是呢至少他整個結構感會做得比較清晰比較徹底喔 那另外像他前面這個這個背帶的部分 像Marvel Legends他是把它做成另外一個零件跟著這個腰帶 這樣做成一個零件但是呢 SHF部分呢他是上面這邊一個結構下面這邊一個結構 那在可動的過程中呢 他這個部分是會稍微分開的喔 所以呢這個零件的連續性我覺得就稍微有一點點小問題了喔 好那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很多的小細節了 我就大概看一下喔 大概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呢他有一個黑線的塗裝 但第一集沒有 我是不知道是到底是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差異還是說呢 他在處理上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表現方式 總之在很多小地方你還是可以看到 這個像他脖子這個環啊 像Marvel Legends還是做的比較 粗比較明顯 但是SHF呢 好像有點跑掉 感覺上面就沒有做到 那麼樣的清晰 但是還是有做出來喔 好這個基本上我這兩個版本我都蠻喜歡 另外呢像他肩膀這個結構 那因為Marvel Legends他是為了要做可動 所以呢他這邊呢就沒有另外一個包覆 他把這個包覆的部分呢 跟他原本這個關節做在一起 可是呢像SHF部分 他就是在外圍呢 這邊另外多做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軟的零件 所以呢他就可以不管你怎麼動 這個結構上面還是可以包覆的非常的不錯 總之這個SHF系我覺得 在細節的這刻畫上面呢 看起來是有比較用心啦 但是SHF我覺得他的圓形雕塑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兩者是各有特色 好那麼再來我們就看一下他的可動度 首先脖子往前往後側向 那包含他下面這邊呢也是另外一個球關 所以脖子的可動還蠻不錯的 那另外肩膀就是我們提到 他這邊呢是一個軟膠的包覆 所以呢抬起來到差不多 超過90度 但這個結構呢 也還算是完整 另外呢他在前後這邊也是有做一段關節 往前的角度比較大 大概有45度 那往後就還好 那至少他這個結構的 造型完整度是有顧及到 那像Murve Legends這邊他其實也是有做到 不過呢相較之下呢 他往裡面挖空的角度會挖得更大一點點 這也是可以看出在結構的完整性跟可動性上面的選擇 還是有一點點若干的差異 那另外他上臂也可以左右的旋轉 那因為呢他前面這邊有點卡到 所以稍微會有一點點 嗯就是可能轉了大概差不多 90度左右就轉不太過去了 好但是可動度我覺得也是夠用了 好那再來呢他的手軸的部分呢大概是差不多兩段 以及呢拳頭的部分呢 他這邊是一個球體關節再加上一個 一個小的轉軸 好像這樣 好那另外 那另外 橫膈膜這一段呢 他就是一個 看起來應該是一個 一個球體關節 往前往後 側向 側向搖擺的空間還蠻大的 那腰部這一塊呢 可以往前 但往後好像沒有什麼角度 側向的角度也不大 左的旋轉看起來的幅度也是有一點點瘦線 好這個腰轉的部分呢 左右轉的空間真的比較小 大概就45度而已 好另外呢他的大腿 往前可以超過90度 往後呢差不多也可以到80度左右 側邊呢大概差不多80度吧 好這髖關節內側這邊可以旋轉 那當然這邊就沒有做下拉式的關節 另外呢他的膝蓋這邊呢 他可以兩段可動大概到這個程度 好像稍微小了一點點喔 好那另外他的這個腳掌往前往後側向 包含前面這一小塊 這個紅色部分也是另外一個分開的零件 以及呢前面這個腳趾頭可以稍微抬起來 那另外呢這邊結構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喔 他這邊有個小的一個孔洞 那看起來應該是要為之後的 譬如說槍的槍套來做一個補筆吧 但這一次呢就沒有附上槍的部分 武器配件的部分 首先看到他兩個眼睛喔 總共有三對可以做替換 那這個設計呢 其實最早的是海洋塘喔 三口式可動 他就有這樣的設計 那使用方式呢 直接把這個頭呢像這樣拔起來喔 那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黑色的小零件 他這個插銷在這邊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小工具把它給頂出來 像這樣子 把它給吐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眼睛拔下來做替換 那直接拔起來裝上去就可以了喔 像是這個感覺在偷笑的咪咪眼 以及這個好像面無表情的淡定眼 還有這一對是一高一低 看起來是蠻微妙的一個表情 但總之呢 這些眼睛他都可以互相的做組合啦 譬如說你可以這個眼睛組合這個咪咪眼喔 看你怎麼去使用都是ok的 這一次讓人最驚訝的是他手型 給的非常非常多喔 就總共有八對手型可以做替換 包含了路管手就中間有個洞 以及呢手刀手 手比愛心的手 武器手 抓什麼的龍爪手 拳頭 還有按讚手跟手比手槍的手 那有了這麼多手型之後呢 你要做各種姿勢各種動作呢 在表現上當然就是更加的得心應手 他的武器很簡單 就是兩把武士刀跟一把小刀 那這個小刀呢 他平常收納在小腿側邊 但是呢這兩者是採用XT式的 就平常他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那如果你要把他的刀拔出來的時候呢 就換上這個空的刀鞘 那因為呢SHF他的設計就是這樣 盡可能像他的關節一樣做到造型上的完整 所以呢他的刀的部分 他就不採用可以直接抽插的 他就是另外分別一個零件 那所以呢平常是沒辦法插到底喔 因為這裡面呢他的刀鞘也是有一定的厚度 那同時呢可能也考慮到說 就擔心在常常使用的話 可能也會有這個刮漆的問題 那像是他的武士刀也是一樣喔 基本上他就是做出一個這樣子 兩個刀鞘的造型 這是一個完整的零件 那平常在拔刀的時候呢 拔出來你可以看到是沒有刀刃的喔 因為他刀刃是跟著這個完整的武士刀這樣子 另外一個這個零件 那所以呢他的刀刃看起來呢 你可以看到整個造型結構也都非常的銳利 那當然你也是沒辦法插進去啦 因為呢他的這個厚度也是有一點點喔 所以呢裡面的空間是完全沒有辦法容納 他的刀藏在裡面 那相較之下呢 這個Marvel Legend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就是直接不管是這把小刀也好 或者是他的武士刀也好 都是直接可以這個抽插直接插拔的喔 那但是呢因為他考慮到 經常在使用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一些就不小心彎折或什麼 所以他採用的是一個軟膠的零件 那當然型上面呢就不像SHF那麼樣的銳利喔 但你可以看出在這些細節上面呢 Marvel Legend跟SHF就是完全不同的做法 那另外呢這個槍的部分呢 其實Marvel Legend他已經都有做喔 那不過呢他其實是做黏死的 那我這邊我是用吹風機把它給 這個吹到一定的程度把它交給融化之後拔出來 那就可以握在手上 但是事實上呢他除了這兩個藏在槍套裡面的這兩把手槍之外呢 他其實也有附兩把槍可以直接握在手上 而且呢這個槍造型是不一樣的喔 那因為這次沒有附這個槍喔 所以呢我就把Marvel Legend的槍拿過來用 那尺寸上其實是剛剛好 因為呢這兩者的尺寸其實差一點點了 但是並不會差很多 所以呢如果把他的槍拿過來 用他本來自己有的這個武器手喔 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就使用這一把手槍喔 就可以補足了這一次他沒有附槍的這樣子的問題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SH Figure-Arts Deadpool的簡單介紹 在目前市面上的各種死事可動人偶之中 他的造型和可動度也許不是最出色的 但至少美形度和關節結構的平衡度掌握的算是不錯 不管是帥氣的戰鬥動作或是搞笑的賣萌姿勢 都可以輕易上手把玩起來還是蠻有趣的 為了能夠擺出電影中各種生動有趣的姿勢 這一次SH Figure-Arts特別附了大量的手型和眼睛零件 對喜歡拍照的玩家來說應該是很夠用了 武器看似很多其實就是基本的兩把武士刀和小刀 大腿左右預留了槍套的孔洞 感覺上已經先為電影第二集版再出一次埋下了伏筆 認真說起來這好像是SH Figure-Arts第一次推出X-Men電影版的角色 應該是在電影版權重新回歸到Marvel旗下有關係 期待之後會有更多X-Men電影版的角色玩具 至少先把修傑克曼版的金剛狼出一下 其他的就隨緣了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